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2月11日 之前說過小五、小六 他們現在的狀況 和接下來應該有什麼計劃 現在我們到小四了 小四的時間雖然相對充裕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了 需要你去做好一些裝備 令自己更加強、更加厲害 去迎接你小五、小六的挑戰 因為到小五、小六 已經正式踏入你升中的階段 有情婚試、面試 甚至乎你去選學校 很多東西都接種而來 要去處理、要去準備 在這一年,或者現在 我們放假的時候 其實最好做些什麼呢? 我會建議大家,譬如中文 你真的學好少少少成語 知道為什麼、怎麼寫 怎樣去運用它 另外就是一些比較複雜的 重組句子 我會見很多同學上到高班的時候 在這方面其實都特別弱的 我覺得現在這時候 最適合做這些 譬如英文科方面的 究竟大家已經是否完全做好了 verb table 由小時候要學去背 現在有沒有背好 最後,數學 其實大家 上學期我們學一些因素 有倍數的關係 以及我們四則運算 經常大家對於乘數表 我認識就可以了 我可以由四乘八 四一如四、四二如八 這樣一路背背背背 這個不是不行的 不過速度、成為效果相對沒有那麼好 趁這些時間有時間的 大家可以做好它 雖然假期很長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懶下來 當你現在努力了之後 未來的日子相對會更輕鬆 所以大家真的要用心 一路去堅持下去努力 知不知道 好,今天我分享到這裏 遲些我們再見 拜拜